大家好,欢迎收听网向编辑部的节目 今天这里有我新西兰的 宜德投药和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订阅请记得订阅网向编辑部、正向部和晒冷戏 继续撞大中栏模式力量 这一节是Cross Over 正健康 要说什么呢? 12-17岁接种新冠疫苗的资讯 这是内地的资讯 近这几天,全国很多地方都发布了 公布了他们12-17岁人群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安排 究竟有什么需要注意呢? 现在我们就讲给大家 第一个就是未成年人士接种哪一种新冠疫苗比较好呢? 因为内地其实有几种新冠疫苗 目前主要都是灭活 灭活新冠疫苗是需要接种两剂的 那么两剂接种的间隔时间最少就是21日 最长就是56日 不过如果是超过56日 都不需要从头开始接种的 只要尽快保重完成两剂就可以了 当然有些人会问 未成年人会不会有接种禁忌呢? 是有的 是有的 有什么人是不能够接种疫苗呢? 现在先讲一讲 第一个 对疫苗里面任何成分 包括腐料和制备工艺里面使用的物质 过敏 以前发生过接种疫苗后 严重过敏反应 就不可以接种了 这是第一个 可能好像是 唐英年那些超敏感体质呢? 那就不行了 那些不行了 之前我们有说过 唐英年是超敏感体质 所以不能够接种疫苗 好了 第二样就是 当你患急性疾病的时候 譬如是沉麻诊发作 Novo virus Novo virus 就是 落如病毒引起的 急性肚射 急性盲腸炎 内出血 急性胰腺炎 或者急性肺炎等等 是急性病 不能够接种 第三样就是 伤口感染 炎症引起的发烧 是不能接种的 这个其实很普遍 喉咙发炎 发烧其实都不能接种 这个大人也是不能接种的 我的了解是 要炎症过了才能接种 第四样 有经缺癫症 格林巴利综合症 其他 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 脑病或者 精神疾病或者家族史 这些暂时是不能接种的 这是暂时的指引 这是内地的指引 第五样就是 以被诊断为患有先天性 或者是获得性 免疫缺陷 这个都是不能够接种的 第六样就是 淋巴癌或者淋巴瘤 是不能接种的 是不能接种的 是 第七样 白血病 或者自身免疫性 炎症性疾病 就不能够接种的 第八样 严重呼吸系统疾病 严重心血管疾病 肝肾疾病 就不能接种的 第九样 恶性肿瘤 现在在吃药来控制 这个恶性肿瘤 有些叫做什么 免疫抑制剂那些 在吃的那些 就不能够接种的 第十 流感疫苗 肝炎疫苗 HPV 疫苗 其他肺炎疫苗 大臟抛诊疫苗 麻风筛疫苗 接种之后 未超过14天 就不能接种 新冠疫苗 有什么情况 是可以接种的呢? 虽然是有些敏感都可以接种的 现在要讲讲 青梅素 头包 牛奶 鸡蛋 花生 芒果 海鲜 酒精 脈肤 花粉 沉满过敏 这些 不影响的 是可以接种新冠疫苗 轻微感冒 没有发烧 是可以接种的 但是当然 如果你有炎症的话 就不可以接种了 刚才我们讲过了 还有就是 月经期可不可以接种呢? 是可以的 可以的 是的 慢性湿疹 慢性沉麻疹 慢性避炎 还有 月肝病毒带菌者 非药物治疗期的时候 是可以接种新冠疫苗的 不过这是要小心的 如果有月肝带菌 是要小心点好的 另外就是 跌断骨 外伤 但是没有感染发生的人 都是可以接种新冠疫苗的 未成年人接种疫苗之前 要注意些什么呢? 第一样 就是接种前 请小朋友的家长配合 接种人员做好 健康信文和知情告知的工作 仔细阅读并且签署 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 括弧Vero细胞 接种知情通知书 第二就是 接种前 避免 学生 或者小朋友 就胸肚 以及 累 要令他在一个放松的状态之下 进行疫苗接种 第三就是 请戴好口罩 戴好口罩 穿一些 宽松一点的衣服 不要穿紧身衣服 你都拔不起衣服 哈哈哈哈 这个 不好的 接种的时候 12-17 岁人群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时候 是需要家长或者监护人 现场全程陪同的 第二就是一定要 告诉医生听 小朋友有没有 甘剂症或者过敏史 这些包括 是不是有严重慢性疾病 例如 先天性心脏病 这些心脏疾病 肝腎疾病 活动性肺结核 皮肤化龙性疾病 是不是有急性传染病 或者 尚未超过检疫期 另外 如果小朋友正在接受 皮质激素 放射治疗 或者抗代者药物治疗 或者近期注射过 丙种球蛋白 都应该主动告诉医生 并且且要问一问 是不是要推迟预防接种的时间 接种之后 第一件事 当然要在接种现场 逗留30分钟 如果有不舒服的话 就要及时联系 现场的工作人员 因为他们有工作人员 在观察的 你告诉他们不舒服 他们会处理的 第二 接种后24小时之内 注射的部位 可能会出现酸痛 脏了 碰的时候会痛 红肿 以及痕症的症状 有少数人会出现发烧 无力 作呕 头痛 肌肉痛 淋巴结肿 一般 休息两三天 这些症状就会自己消失 其实大人打疫苗也是一样的 如果高烧不退 或者有其他拼法症 局部反应加重 或者持续都不退销 内地的建议就是联系 接种点的医生 但是我们的建议就是 在香港 就立即送去 急症室 接种之后 当然要保持 接种局部皮肤的清洁 也都不要用手拗 那个部分 因为会拗损的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要适度补充蛋白质 和微量元素 比如 饮食方面 一天三餐要吃好些 蔬果雜粮 不少得 要补充蛋白质 和微量元素 海鲜 荷鲜 小心吃 有可能会敏感 还有其他有过敏风险的食物 都是要小心 还有一个 就是张文宏教授 他曾经说过 抗疫的时候 吃好些 早餐吃两只蛋 不要 就这样喝足水 其实他也说得没错 因为 增强免疫力 你要补充一些蛋白质才行 这就不是资本主义 像是鱼毒什么的 不是那些 我也是说回一样东西 纯粹一个健康的指引 健康 还有 内地的鸡蛋其实也很便宜 一般无产阶级都吃得起 吃到两只了 我看法就是这样 还有就是 大家注意休息 保障充足的睡眠 不要熬夜 小朋友就不要喝咖啡 农茶这些 因为这些引起兴奋的食物 就睡不着了 还有其实 朱古力也尽量少喝 他没有叫的 这个是内地的指引 但是朱古力喝完 都是睡不着的 都是睡不着的 有些人 所以尽量都是 小心 还有一样东西 打完疫苗之后 就不要剧烈运动 小朋友应该不会过量喝酒 小朋友就不应该喝酒 12至17岁 但是 都是要尽量避免 不要过量喝酒 就是 喜庆宴会那些 不要浸杯给小朋友喝 尽量都不要 其实我也是这么说 有些人当然会问 接种新冠疫苗 会不会影响小朋友的免疫力呢? 其实他们问影响 其实不是影响 他们就说 会不会削弱 这个小朋友的免疫系统 其实疫苗是不会削弱 小朋友的免疫系统的 还会增强防范严重疾病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也要看着 接种疫苗保护力 并不是百分之百 不是百分之百的 我们说过很多次了 仍然需要注意日常的防护 就是戴口罩勤洗手那些 这个也是 不过 相对于其他不接种疫苗的患者 中招的临床症状就轻很多 轻很多 所以我们说过很多次了 就是尽快去打疫苗 是尽快去 虽然 虽然 打了疫苗不是真的没有机会 是感染不了的 也是有这样的机会 有这样的机会 会有症状出现的 如果感染到的话 但是成为重症的机会 就低了很多很多 没错 现在内地有些地方开始发一些文稿出来了 就是未接种疫苗 如果导致感染 将会严肃追责的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真的 真的好 这些是应该的 这个 保障大家的生命 很重要的 是啊 那这些是什么地方呢 我也是跟回几个地方来说的 一个地方就是江西南昌 安徽合肥 第二个地方 安徽淮北 安徽慈州 这几个地方就出了 如果未接种新冠疫苗 原则上是不能参加会议 培训的那些 如果未接种新冠疫苗 而引发新冠病毒感染事件 就会落实疫情防空 有些地方就叫做四方责任 有些地方就说五方责任 很大事的 非常大事 有另外一个地方更夸张 告诉你 就是湖北 湖北 对于这个 有两个地方出了 那两个地方我不说了 因为我都不是100%确认 是不是整个地方 因为它发布出来就是一个区发布的 它就不是那个市发布出来 它就是一个区发布出来 它就说 全区18岁以上 无禁忌症人员 无故不占逐新冠疫苗 纳入个人诚信记录 我不知道是区还是 整个市都是这样 所以必须要接种 其实是应该的 这些应该这么做 有些人肯定是坚决不肯接种 在国内就可以用这些方法来对付这些人 但是在国外 是很多这种人 坚决不接种的人 现在 在外国的情况 都是跟香港是一样的 它就逼你检测 逼你七日一次 三日一次 两日一次 就会犯到你嘔吐的 到最后你还是要接种的 还是要的 这个是西式做法 只能这么说 中式做法和西式做法不同 中式做法就是 把你放入个人诚信记录 西方就做不到 西方做不到 就叫你检测 其实香港的做法是一样的 总之就是 你不接种疫苗 就是高频率的检测 了到你鼻子都流血为止 这么挂张 这个就说笑而已 当然 现在最好的保护方法 就是接种疫苗 大家都是要 输入内防反弹的 这些没办法 现在全国都是这样的 节目时间到这里 差不多了 休息一会 我们回来再说其他话题 是这样 拜拜 拜拜